现在时间是2017年10月15日上午8点 台服公测第4天 这次影片内容比较杂 请多加善用影片下方说明栏的时间连结 无限崩裂流的奥妙之处在于正确使用之后 头上会狂喷惊艳直跟奇迷字样 看了就很爽 不过我这个崩裂流是盗版的 所以每隔10秒要装死一次回ST 不然一身烂妆又不烧钱灌水 哪可能崩不停 穷苦人想搞无限崩裂流 首先要带一支会唱妈妈歌的牧师 母亲像月亮一样 不是这一首 这个才是妈妈歌 配点方面很简单 妈妈歌 禅心 天赐 加速 四大神祭典满 其他随便你 角色素质全家智利 有什么想法你等日后再修改 装备方面没有什么限制需求 你高兴穿什么都行 但二转以前建议做一把洞察之杖 让他帮忙打怪 不然法师带着他像废物一样 社会观感不好 有钱的话拿恢复之杖最好 只是初期你不可能会有钱 接下来换法师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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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 我爱小蜜蜂 嘣嘣嘣嘣嘣嘣 嘣嘣嘣嘣 大家请挂机 法师技能方面 吸魂术跟魔机术点满 攻略术点一 其他随便你 小时候优先把圣灵召唤点满 之后禅心点满 火箭术点五 火环时 火箭术点满 这时要注意的是 在你禅心点满之前 回魔一定不够 不管什么职业 实际完成转职后 出城前先到料理商人那边 乞讨一份每日暖身料理 然后在你解任务的过程中 很多好心的NPC 会送你暖身料理 看板任务也有送 一直吃到你点满馋心 牧师比较可怜 用神圣知己打怪 一定要依靠暖身料理回魔 任务送的基本够用到二转 不用担心他会吃垮你 法师配点 全家智力 初期因为抢怪拼顺发 所以投资了9点DEX 之后为了快速施展更强大的魔法 DEX终究会再点上去 但初期不点也没关系 法师配点 法师装备方面 武器做洞察之杖最省最快 然后尽快升级这把杖 其他装备随便你穿什么垃圾都能顺利练到40 二转之后再去农材料做其他装备会很轻松 农怪的时候 优先找向封点这类会员地生怪的地方 在初期装备很烂的情况下 吃穷人用的智力料理A跟暖身料理可以大幅提升你伤害跟稍稍加快回魔 当你找到一个好地点没人来抢怪的时候 锁链雷定吃下去 虽然消耗的战斗时常提升两倍 但获得的经验值跟战利品也变两倍 相对也节省你吃料理的成本 另外 其实不吃料理 只靠10秒一次的装死 SP也是回得起来 这样农怪就完全无成本考量 在战斗时长300分钟用完后 可以继续化到-180分钟 之后再去解完十次看板任务 很轻松一天就结束了 魔潮可以留着高兴再用 主线任务40级以后我就不想解了 可能有人会问 你这么懒惰 那装备材料要何时去浓 当战斗时长用到-180以后 要刷低接材料就法师带着新创的小号去挂着笼 大家都看到了 我现在法师超时加班 低劳值比游览车司机还高 但仍然刷得到前跟王者一路 组队设定自由拾取小号丢远远的地方吸它 法师吸材料跟前就这么简单 这边要小心的是小号升到18级时会自动跑回城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鬼设定 请自行留意 陆浮 戈森花是农怪特展 大陆是一个人才挤挤挤的地方 基于弱肉强食 不敬天责的环境影响下 各种流派百花齐放 它们农怪不会只有一个崩裂流 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成为农神 农怪第一是 活法烤地瓜 哦 不对 是哥布林 谁冒头出来火球就封了你 这招式的奥妙之处在于一人中雕 其他人都会死 相当残忍粗暴 比艾姿病还可怕 农怪第二是 活法左右烤地瓜 哦 不对 是哥布林 这招式的奥妙之处在于完美的掌握了时间与空间的艺术 其烹饪手法与火球功力的掌握 堪称极致 农怪能农的这么漂亮 我敢说这世上不会超过三个人 一个是他 一个不是我 还有一个不能说 这只弓手就算了 农成那鸟样 失败 肯定是个才练两天的小心手 镜头焦点往右边集中 铁匠的大地之急有如当年红七公的降龙十八掌 在深厚的内力基础下 春色哥布林一出生就被击杀 俗话说 烈好娘好不如铁匠好 法好奇猛不如铁匠爽 如果说土豪的狂击骑士当代最强 那作为一个中后期的平民职业 铁匠最爽 以后请证明为爽将 不信 你自己练练看 呃 其实我没练过 呵呵 但爽将绝对是分身角色首选 以上 Google正妹配音 这次很良心的在影片底下说明蓝附上法师跟铁匠的巴哈老手文章攻略 有问题请多多在巴哈向他请议 不要留言问我 我只会跟你唬烂而已 谢谢合作 88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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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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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